哈喽 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3月15号 现在是下午4点半了 然后呢 今天跟大家分享点什么 这个今天这节课呢 主要也是前几天朋友在问我 CDN怎么加速 当时我就在这琢磨了 这个东西好像我没有涉猎过 然后我就进行了一个测试 也是用了那个什么 一个垃圾服务器 说了不买服务器 但是又买服务器了 我买了一个97 一年的一个服务器 这个用CDN跟不用CDN的速度呢 这个就是不用的 不用的 它是22K每秒 然后我如果用了CDN之后呢 它是65406 大家算算这是多少倍啊 我简单的算一算用计算器 就是65406除以22 3000倍啊 伙伴们 套了CDN的速度真的是加快了非常多 所以说呢 在这这节课我就把这些东西啊 一丝不漏的给大家说 怎么去玩 OK 首先呢 准备工作啊 准备工作就是你需要几个东西 就是第一 你需要一个垃圾服务器 多垃圾都成 越垃圾越好 然后呢 第二就是需要一个域名 然后呢 第三需要一个Cloud Flare的账号 还有第四个就是速云的账号 好 我们来说第一个啊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服务器 我就直接开始讲第二步了 等会儿呢 我们走到哪 我给你做到哪 好吗 好 我们第一步就是来买一个服务器 服务器的话自己去折腾啊 自己买 然后的话 他一年我买这个服务器是一年 多少钱 15美金 反正算下人民币是97块钱 昨天晚上才买的 然后我就Send in 我就登录我的账号 登录我的账号 这个是我账号 OK 我这个有点慢 我这个用的是那个什么 OK 已经登录了 然后呢 你看我这个服务器MyService 然后这个第一个就是我昨天买的 3月14号买的 昨天晚上测这个东西测到三点钟 我的天哪 真的是这个服务器 我们可以把这个服务器IP先复制一下 我们用那个什么来试试啊 IPIP.net 其实有的朋友他不知道怎么测啊 然后的话 其实就是在这个网站上测的 你用那个拼 用拼怎么个拼法啊 就是直接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拼 我们来看看啊 丢包 江苏镇江辽宁 基本上国内都是100多啊 他的他的地理位置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你看啊 有的丢包25% 有的甚至丢包50% 这个广东广州 广州丢包了50% 所以说是速度相当慢的啊 然后他的配置是什么啊 他的配置是 这个这个服务器 反正就是很垃圾就对了 大家看是哪个啊 在这儿有一个 All the new service 我给大家说 我买的是哪一个 我买的应该是 哪一个呢 15美元 All the now 我试试啊 All the now 然后一年 一年70多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这个怎么可能这么贵呢 Cloud server 反正我会把链接啊 我会把链接直接就放到那个视频下面了 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 一年50 这个也不对啊 这个是一个特殊的 在这儿我找不到 然后但是呢 我就是 等会儿给大家贴链接吧 我也不折腾这个事啊 好 我就来到我的服务器这儿 然后呢 这个是我买了 你先买 可以 当然 用别的服务器行不行 也行 你手头上如果有那种垃圾服务器的 都可以测试啊 然后第二步 我们就是说 拿到一个服务器之后 我们先 我装的是德班9 然后 首先要看一下时区啊 如果时区错的话 你装V2ray 它是会报错的 然后我们来连接一下 我这个 就是PR这个 已经连接成功 但是呢 我为了跟大家彻彻底底的讲 然后呢 我就现在当着大家面 然后把它就是重新装一次吧 重新装大概就是几十秒钟的时间嘛 好 我们来重装系统 然后重装系统呢 在这儿选择德班呀 或者说CentOS都行啊 这些都无所谓的啊 好 我这儿 因为之前跟大家演示的都是CentOS 所以说这次呢 我们就换一个系统 我们不能光玩一个系统吧 德班呢 还有乌班图呢 它也是Linux的系统核心 基本上代码都差不多 有点慢呀 我这个 正在加载中 哎 这个打不开呀 重装系统 应该是在这儿 直接就有显示的啊 在这儿直接就有显示的 可能是我这个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还是刷新啊 可能是这个油猴 它这儿恶意插件检测到了 好 在这儿一点 我选的是德班9 我们就选个德班9 我也完成备份 然后我们点击确认 好 现在这个服务器呢 它就是正在重新装机中 现在的话 它就是正在重新装机中了 然后我们就等它就好了 应该是的 我看它服务器的状态 它是乌班图18点多少 让我们重装系统 德班9 我也完成备份 然后确认 好 现在它就自己去关机了 OK 我们耐心等一下啊 它这个你看啊 刚才因为是没有 刚才是因为没有看到 它应该是在这儿 有个显示这个东西 然后呢 它就是正在装机 所以说你要看你自己点到了没有啊 好 它的密码呢 它是 你装一次 它变一次的 所以说有的人就是找不到的话 可以在这直接复制一下就行了 好 我们就回到我们这儿啊 我们编辑一下它 这现在肯定是错的 然后右键点击编辑 然后我把我的这个密码复制进去 你看啊 IP 然后密码 用户名是root 密码就是刚才复制那个 然后我们因为它是美国服务器嘛 美国服务器的话 你可以考虑 把这个智能加速给它点上 然后这个就也用上 你看这说明的很清楚啊 其用 XC channel 若连接上就断开 就关闭此项 如果说是不断开的话 你就一直用着 都无所谓啊 好 确定 好 这时候应该是已经装好了 已经开机的状态中 我们就连接服务器 然后接收并保存 哎 密码错了 密码错了 我们再复制一次 这次复制成功了啊 好 删贴 记住密码 确定 然后我们下一次的时候就简单多了啊 哎 这是什么情况 我这个密码复制错了吗 还就不信了 还真是复制错了 那我们就重新再装一次 我就不信了 德班10 这次我选择德班9吧 然后我也完成备份 操作系统错误 操作系统错误可能是刷新的问题啊 你看啊 刚才我已经测试过一遍了 是可以的 但是呢 现在我就再重新来一次的话 就会碰见各种各样的错误 所以说呀 大家做软件也好 编程也好 或者说是学点技术也好 不要怕错 真的是 也不要怕啰嗦 像我这个 我天天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没办法答 那你必须得去处理这个问题啊 啊 现在你看已经是德班9了 是不是 那OK 我们再重新复制一下 他这个 好 复制成功 我们再来试一试 刚才可能就是没刷新啊 然后确定 好 连接成功了 对吗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DATE就是DATE的意思 然后小横杠一个大显R 然后我们就看了啊 他的日期是3月15号 现在是8点45 那跟我们的时区是不一样的 对吗 这点呢 你一定要改一下日期 你如果说不改日期的话啊 他会出现问题 就到时候503错误 到时候麻烦死了 OK 那改的代码在哪呢 就是这两个都行 我可以用第一个 或者也可以用第二个 我都会给大家啊 好 我们就用第一个 然后粘贴 好 他已经那个什么了 然后我们再来DATE 然后横杠 大显R 我们来看 现在就是下午的4点46分 加8 就是东八区的意思啊 那这个时间是没错了 OK 时间没错的话 我们就开始安装那个什么 要安装脚本了 对吧 但是安装脚本的话 你首先要解析你的域名 因为我还没有解析域名 这里呢 我用的Cloud Flare来解析 作为服务器的解析端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解析的比较快 我的域名是在NameSilo上买的 他解析的话 可能要两小时到二十个小时 我实在是等不了 所以说呢 在这我就直接用Cloud Flare 好 我们来登录一下啊 Cloud Flare Cloud Flare 点看 好 登录 这个东西 这个邮箱是很安全的啊 好 我们登录 好 这里就已经登录了 然后我的域名 我解析了一个 YC Sins 然后呢 我们在这选择DNS DNS 我随便解析两个吧 就是添加记录 我添加一个A记录啊 添加一个A记录 它的内容是什么 IP4地址 填到这儿 然后比如说我要 就是VR吧 它就是VR 然后这个小云朵呢 就一定要点成那个灰色的 就紧代理DNS 然后我们来保存一下 OK 现在这个东西都保存了啊 都保存了 然后我们等待一会儿 它就生效 这个大概生效的时间 是一两分钟吧 然后我们 至于生效了没有 我们就可以在这儿 然后CMD CMD 然后我们来查询一下就行了 VR 拼 VR. VR.yc sins.com 这个 它就正在拼它这个 就是证明 因为刚才我也是用这个域名啊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解析成功没有 因为刚才是用了这个 那要不然我换一个吧 我们就换一个那个V3吧 V3 然后呢 我们还是把它弄成这个域名啊 然后点成灰色 保存 OK 这时候我们就耐心等待一下 我们再来拼一下 它不可能是马上的 CMD 然后 拼 V3 点 V3.yc sins.com 这时候你看 是不是也很很快就成功了 所以说解析就是快 至于这个 你看闪着就证明它有丢包 丢包25% 也就是证明它的网速是非常慢 非常慢 OK 这现在域名已经解析成功了 域名解析成功了 下一步我们干嘛 呃 这个 这个FinalShell应该是第二步啊 我应该第一步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讲 讲错了 OK 我们来输入脚本 反正这个顺序就是这几个顺序 你要下载那个FinalShell 这个软件才行啊 7和1脚本 我们来开始到这了 然后我们来 复制 复制进去哪呢 复制到我们这里 然后我们直接安装7和1的脚本 我们先不安装BBR啊 我们就选择1安装 然后我们再选择1 XG的Core 就是这个选择1啊 好 这时候它就自己开始安装了 全傻瓜自动化的啊 这个是7和1 很多东西都给你直接集成在一起了 今天我是没开摄像头 所以说呢 就能边跟大家讲呢 还能边散散烟 也挺好 我觉得 真的是呀 速度提高了3000倍 我连想都没敢想 他这提示说让你输入域名啊 我们刚才解析的是V3点 那个我输入啊 V3点YCCINCE.COM 然后这个是你刚才解析那个域名啊 然后我们回车 好 这选择IP 是不是这个IP 是 然后就选择Y 回车 OK 他就开始申请那个证书了 申请安装TLS证书 一切都是自动化 生成路径呢 这直接回车就行了 让他自动随机生成 你看他给你那个什么超进够都给你弄了 然后呢 这儿添加DNS智能解析呢 是否使用 我们就写个Y就行了 OK了 这个七合一脚本啊 这个七合一脚本的话我们看啊 有个超进 WSTLS协议的 还有个超进TLS协议 然后我们用的是VMath 就是V2ray啊 V2ray你看 VMath WSTLS 加CDN 我们要用这个带CDN的 看好啊 我们就用这个 然后把它 把这一串呢 然后复制 然后加到我们的那个什么里面 那我这两个就直接删了 因为这两个刚才我是在做测试嘛 在做测试 然后跟大家就在那那个什么 好 通过剪贴板 复制 OK 这已经成了 然后我们双击一下它啊 你看啊 它这个地址是错的 地址应该是我们这个 我们需要改一下 就是把这个复制过来 粘贴过来 然后其他的你都不用动 OK 然后我们确定 下来呢 我们设为活动服务器 我们打开YouTube 看看能不能连 建立安全连接 这个服务器是相当慢的 它只要能打开就算成功了 然后我们测试一下 不瞒大家说真的是 哎呦 这个速度太慢太慢了 这都不带动的 然后我们随便找一个吧 随便找一个这个4K对吧 这个4K的话 估计打不开 我们就这样看吧 看错 然后的话 还没有缓存过来 我的天哪 非常的慢啊 事实证明这个是可以的 你想想 22K 每秒 那是什么概念 哇 我是不敢想 我是很少 预言这么慢的 那我就随便打个1080的吧 要不然这个的话 我估计会卡死 我都不显示那个YouTube 那个东西 来 再打开一次YouTube 太慢了 等一等啊 刚才都已经打开了 现在又又丢包了 嗯 我们再重新来过刷新 再打开一次吧 最后一次啊 如果打不开的话 就就真不打开了 因为他太慢 太慢 太慢 这服务器说实实在在的 垃圾中的战斗机呀 哈哈 不过就是套了CDN之后呢 就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了 那在这我就不折腾了啊 我也不打开了 反正我也打不开 打开速度太慢 太慢 哎打开了 好 这次我看一个 那个什么吧 看一个我自己那个历史频道 历史频道 这个东西的话 应该是 应该是能打开的吧 因为我是1080P的吧 刚才那个4K的 就打开超级慢 只要能缓冲过来一点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速度就行了 呵呵呵 这也没啥说的啊 反正就是 慢的要死 这种服务器 如果是搭梯子来的话 基本上可以废掉的 真的是会把人气死 好 哎终于刷出来了 好 我们来看详细统计信息 是不是20KB 20KB 对不对 没有忽悠大家吧 就是20KB 这个是没错的 然后给自己点个赞些 OK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关了啊 我也不折腾这个了 好 我们继续再下 再来下一步 下一步呢 就是到哪了 下一步 我们安装不安装BBR都无所谓 因为速度确实是慢 你如果自己那个什么的话 还是安装一下BBR吧 安装一下BBR的话 我们再测试一下 在这儿我们同样 粘贴 然后我们选择安装2BBR plus 这只是比较浪费大家时间啊 所以说我有时候不太想安装这些东西 安装这些东西的话 每讲一个视频都去到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了 这个服务器又比较慢 所以说呢 他安装起来的话 可能要个三两分钟 我是不是故意要凑时长的啊 这又18分钟了 我可以说这个视频是手把手在教大家 就是想的是尽可能详细的告诉大家 这个CPU你看已经是百分之百 所以说是比较比较难受 我是不太不太想折腾这事 但是没办法 因为呢你讲的太太少 比如说讲个十分钟 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玩啊 不知道怎么去弄 好遇见这种问题了 我们来yes 然后他就自动把这个东西删了 就OK了 然后我们再来回车 刚才也是回车 然后这你看啊 他是否重新启动 我们选择Y 好连接断开 我们再等一下啊 然后我们再来连接一下 看看成了没 一般重启服务器的话 需要几十秒钟吧 我们再关掉 然后再双击他 看能不能连接上 好连接成功了 我们同样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BBR的代码 继续安装一次 这一次呢 我们就开始来写入那个什么了 就是 来写入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BBR plus来启动一下 同样我们再测试一次 我们试一试 没有BBR的时候 有BBR的时候 然后有CDN的时候 测试三种情况 在这我暂停一下吧 要不然他太慢太慢了 我自己慢的 我都受不了了 好了 我们又到这了 又到这 使用7 刚才是2 现在是7 然后他就开始 给你BBR已经启动成功了 OK 我们现在BBR已经成功 我们继续切换服务器 哇 我是不停的在切换这个服务器 设为活动服务器 然后我们重新 再打开那个什么 再打开YouTube 我们再来试试 他的速度有多少 我们分别测试吧 好 我们同样是看这个看我的 然后他能缓冲的过来 OK 那我们就能知道了 大家如果是觉得 这个没意思的话 你就可以去看下一个 就是快进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速度 安装了BBR Plus之后的话 他速度提高了118了 334 是不是 这个100多 是不是 146 这个300多 i最快300多了 提高了15倍 是吗 那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就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我们把它关掉 我们同样切换回我自己的服务器 要不然的话 我这个速度就太慢了 OK 我们打开那个速云 速云的话 就是这个网站 我把我会把网址也贴到下面 大家看 然后我登录 这都有流程啊 下来登录速云 下来解析一个新的域名 我在哪了 在这 我要先登录啊 有的朋友在那说这个东西 要收费吗 我说 我跟你说啊 这个东西是每一个账号都送你10个G的专属流量 你看啊 我已经用了383兆了 然后呢 他会送你免费的10个G让你来体验 然后呢 可用流量10个G啊 你用完之后就要充会员 但是呢 我告诉你 悄悄话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 你用完了之后 你再重新注册个账号 他这个不验证你邮箱 也不验证你手机 什么东西都不验证你 所以说 你就直接再注册个 用用完就抛 用完就抛就OK了 好吗 好 这个的话 我就把它给删除了啊 因为这个 我就不用这个 我换一个新的域名来弄 好 那同样的 我们需要一个东西 你看啊 他需要解析一个域名 专属C name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东西解析 他解析的是C name 我们再回到这 我们开始 添加一个 比如说我添加一个 这个CDN是吧 我就添加CDN 然后 IP呢 它是选择C name 类型的解析 然后呢 目标是解析到哪 解析到这 然后呢 同样把它点成灰色 然后保存 OK 对我们同样的 我们同样的等几分钟啊 大概是一分钟左右 我们来拼一下 还是老办法 我讲的东西就是讲的太细了 有的人很喜欢 有的人就觉得我啰嗦 但是呢 我觉得讲的细了 未尝 不是一件好事 CDN 点 CDN 点 YC since 点 com 正在拼 这个 哎 他已经拼通了 就是正在超时了 是吧 最起码他知道是这个东西了 请求超时 这个估计要等个一两分钟 因为我们是刚解析 就开始在那折腾的 我们同样把它保存一下啊 OK 那我们就来到 还是来到这儿啊 来到这儿之后 我就开始 呃 添加域名 啊 立即添加域名 我们输入我们刚才的 CDN 点 YC since 点 com 应该是YC since 好 这个IP呢 IP的话 我们就是这个 这个IP IP是这个IP 但是后面呢 他一定要有一个端口号 他的端口号是什么呢 端口号就是443 因为V2ray呢 他走的是这个443的端口 我们就先别下一步啊 这儿别下一步 我们来到这个高级配置 高级配置 把这儿一个连接 呃 网络 网络 套接字 这个必须得勾选一下 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 必须的 然后他就正在部署 OK 正在部署 我们等待他一下部署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 进行下一步 配置SSL 在这儿呢 我们有一个 你看啊 https无效 我们来个http自动生成证书 这个是一定要自动生成证书的啊 他应该也是很快的 几十秒钟就行了 我们耐心等待一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 关注我一下啊 我这个频道主要是教大家一些代码呀 一些 反正就是各种赚钱的东西 然后另外的话 能让大家学一些技术吧 然后我们强制https 好 我们保存 好 在这儿的话 我们刷新一下 看看他这个部署的怎么样 看看部署的是否好了 一旦他这儿显示部署好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 已经部署好了吗 等待重新部署 那我们就耐心等待一下了 OK 那然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V2ray 把这一个右键点击 然后复制所选服务器 就到下面了 好 在这儿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就变成cdn 然后呢 这儿也变成cdn 就行了 然后别名呢 你要想改一改也行 要不然你分不清嘛 对吧 不想改了 你拉倒 这个东西 方便你识别 也无所谓了 我就这样改个cdn吧 然后呢 我们同样的确定 OK 这时候呢 我们把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算是已经把这个东西 给它做全了 然后我们同样的啊 把它设为活动服务器 它开始了 然后打开YouTube 正在建立安全连接 好 已经打开了啊 然后我们直接搜索4K吧 这个还是有点慢啊 无法访问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可能是那儿部署还没成功啊 然后我暂停一下 好了 这儿显示这样子 已经算是部署成功了啊 我们再重新的刷新一下YouTube 好 这次明显就打开了快多了吧 我们看这个4K啊 我们看这个4K 看看它到底能去到哪 然后我们右键点击它详细 然后的话 我们在这儿设置 来个4K的 我们把声音关掉 要不然又轻人家全了 轻人家全被警告了 又折腾了 又没有一毛钱广告费了 同样看一看啊 现在是走在260几 刚才是多少 我们再来试试啊 3947 7000 14000 是吗 它还会往上涨啊 因为刚才我测的不只是14000了 我刚才测的是65000 然后的话 现在是5点钟 我觉得要重新打开一次 还是怎么着 得让大家看看好的速度吗 是不是 我们折腾来折腾去 不为的就是好的速度吗 22000 22000 23000 我非得看到它65000不可 要不然的话 觉得心里非常不舒服呀 完了 跟我测的差多了啊 是不是 我测试那张图片 就是用的这个 你看27000 让它跑一跑 跑个几分钟试试 25800 我们开个8 可以换个视频试试 21000 还是搜吧 我要试 我要试 我有强迫症 我必须要看到那个好的 必须要看到好的速度 才行 要不然的话就不舒服 这个是8K video啊 8K video 我看看能不能走到8K 我们试一下8K 6万的速度 应该能打开8K了 打不开的话 也是将就 8K的话 需要你的浏览器 必须得支持8K啊 你如果不支持的话 是不行的 不是你浏览器 是你电脑的硬件 有很多电脑硬件 是不支持的 像我的电脑 就是不支持 当然8K的话 你肯定就是会那个什么 会影响你的那个什么 会影响你的那个流量使用 你同样一个视频 8K的话 哇 那就占流量很多了 快进一下 23000 23000 好 我这个影响完了 大家不想看的话 就直接可以不用看 我现在就要让它跑到 6万5才行 要不然的话 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跟大家说来说去 半天才3万多 那不行 是不是 我确实是3000倍 空口说白话 咱们不带这样做的 没事就跟大家聊聊天也好嘛 听我闲扯赞 两万一 哎呦 可能是这会儿五点钟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算不算高峰期啊 大家可能都下班了 在路上 也说不定 还是切换成4K吧 反正效果很明显啊 因为刚才我们看了 就是初始的是多少 20K 然后呢 加了个BBR 就变成300K 然后又加了个CDN 然后这个速度直接干到了 刚才最高已经去到3万多了 我们再来试试 让它跑跑 估计它会慢慢升呢 15000 18000 20000 23000 24000 27000 28000 30000 33000 对吧 35000 36000 再让它涨涨 完了 这次不快进了 38000 是不是伙伴们 一个垃圾VPS 卧槽 一年才多少钱 一年才90多块钱 一个月平均下来8块钱 能让你跑到4K 能让你跑4K 看缓冲了这么多 还想干什么 我觉得我很知足了 对不对 大家也赶快行动起来 搞 反正他这个话 反正他这个网站 速云 他不验证的 你就随便输入邮箱就行了 悄悄话 不能在那明目张胆的浩羊毛 你看已经5万4了 是不是 刚才已经5万4 我说的6万5 是真有其事 好了 那就这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大伙拜拜 最后说一句 没关注我的朋友们 关注我一下 Thank you